大家好,我是大龙 今天咱们继续讲明石三菱 明石三菱在营建过程中 有一个重要的材料是什么 对,就是石头 我们也叫做石料 那么石料运用在比如说 营建的地宫 包括城墙 包括一些神鹿 石像生 石牌坊 都是要运用到石料 这里的石料分成好几种 比如说汉白玉石 比如说青白石 比如说青沙石 那么这些石料取自于哪里呢 用从哪里 用什么方式运到明石三菱的呢 汉白玉石又称白玉石 它的开采是十分的困难 包括我们看所有的灵寝 这些汉白玉石的基座 都是用的这种材质 汉白玉石 洁白无瑕 也是非常神圣的 那么他们的开采 是在北京房山的一个大石窝的地方 而且距离明石三菱 大概有120公里 青白石是稍次一点的石料 比如说用在神宫圣德碑 灵星门 石牌坊的台阶 他们的采地 有的在北京房山 有的在北京顺义 这些石料稍作汉白玉石 要稍微差一点 那么青砂石是什么呢 青砂石 比如说我们用在基座 就是柱 包括一些两边的神厨库 一些神波炉 一些附属建筑 用的青砂石比较多 他们的采地 也是相对于普通一点 因为这种石头会比较普遍 这是分等级的 汉白玉石 青白石 青砂石 那么迎建天寿山所用的石料 体积也是大的吓人 在当时那种技术落后 没有现代化设备 是怎么把一块巨大的石料 运到北京仓平的天寿山 比如说这么一块石像生 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 是怎么运送过来的呢 这种方法叫做汉船载运 大概什么意思呢 要先把这个鹿铺平 鹿铺平 然后在鹿两边 打上水井 趁着严冬之际 把水打出来 放到冰面上 让其水结冰 然后再把汉船 就是一个船的这种形式 然后放到冰面上 由人工一点一点的拉 利用冰的摩擦力 相对要小一点 然后追到明石山林 当年在北京故宫的时候 有一块最大的一个 丹壁石 当时就是由北京防山大石窝 载到这个故宫 整整运送了28天 将近一个月 就是这种汉船载运的方式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大龙就拍到这里 咱们明天接着讲